哈囉大家好 我是水瓶小姐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想要記錄我從日本 回台灣的記錄 我大概後天就要飛台灣 然後今天我要去PCR檢查 所以我要帶大家一起去PCR檢查 那至於要去哪裡呢 我要去之前 然後日本推薦的一個PCR檢查 比較便宜的地方 在大門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過去那邊 好帶大家一起去 這支影片呢主要就是記錄我 回台灣的一些歷程 耶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我沒有跟我爸說我要回台灣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秘密計畫 請大家幫我一起保密 早安 不是早安 午安 我現在已經到了PCR檢查地方 但是我提早了快30分鐘到 所以 我現在在附近走走晃晃 然後時間到再進去 耶 好期待喔 我是第一次PCR檢查 而且聽說它這間很便宜 是好好推薦我的 它只要5500 然後加英文版本的話 要再加200塊日幣 還不錯 我現在上來要 吐口睡 在這裡 然後它的空間是開放的耶 後面可以看到我一個人住在這邊 然後是 這裡是陽台 然後它就是這樣隔間 這邊也是開放的 所以還蠻安全的 那我現在要來吐口睡了 拜拜 哈囉各位 現在是我要飛的前一天晚上 然後我 現在才開始準備行李 給你們看行李有多亂 這邊呢都是我放 就是 代購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 物品啊 包包 我應該還會再帶兩雙鞋子 會放進來 然後 這邊就是放我的 衣服 但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衣服要怎麼帶 我主要就是帶 短袖T跟長褲 然後再帶一件洋裝 再帶一套 就是比較 可以進出正式場合跟見朋友的 我的頭髮好醜 好 然後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我太聰明了 因為我有漂頭髮嘛 然後 雖然現在顏色好像已經掉很多了 但是呢 因為我就想說 如果我用飯店的 洗髮精那些的話 我的頭髮會更受損 原本想說我要去買就是 小瓶的洗髮精跟護髮術 但沒想到就是 日本就有很多這種小包的試用包 而且這一包才一百塊日幣 所以我就買了 隔離的份量 然後還有 我很常用的髮油 因為髮油太重太大瓶了 所以我就改成這種髮辣 這個牌子 這牌子也是那時候我在店裡面使用 然後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所以來用一用看 它原封不動的被我放進來 超 我超廢 然後還有 這是我朋友送我的 掛衣架 百元商店的掛衣架 我還沒有想到欸 我朋友竟然想到這個 就是可以曬 洗好的衣服 好 我朋友真的很貼心欸 然後還有這種 金釈 就是可以放一些小 小東西 然後我還帶了一個 比較長的腳架 然後還有 給我爸跟我妹的禮物 然後我男友呢 然後 還自己把我們的照片放進來 他叫我一定要帶去 大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 五點 我要來吃早餐 最近日本有這個 就是 午餐肉的飯糰 來吃吃看 然後配我的冰拿鐵 對 對了我好像還沒說 為什麼我要 不跟我爸說 我要回去的事情 我來邊吃邊跟大家說 它像這樣子 它是真的一整片 午餐肉在裡面 很好吃欸 為什麼我不跟我爸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爸覺得回去一趟很花錢 因為要機票 又要隔離旅館 然後又要什麼 PCR檢查 然後等等的手續 而且又在疫情期間 其實就是蠻危險 然後又蠻花錢的 所以我爸就跟我講說 就是 先不要回去 但是身為子女的我呢 怎麼可能會 父母一句話說不要回去 我就不要回去呢 我當然還是會回去啊 因為我覺得 我好不容易有 然後換工作 然後中間剛好有一段假期 來日本 開始工作以來 我從來都沒有 那麼長過的假期 我以前回去 也大概就是回去 個兩三天 就又再趕回來 所以呢 我這一次 難得就是有 兩三個禮拜假期 我在要回去啊 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 不要跟她講 秘密回去 但不知道她反應什麼 我蠻好奇的 可是我跟我妹講 就是因為 我原本是 我想要一起騙我爸 跟我妹 但是我男朋友說 你至少要跟一個人講 或是至少要跟認識的人講 如果你要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你突然有緊急事情 要處理的話 至少有人可以幫我 所以我想說好 那我就 跟我妹講 所以妹是現在一起跟我騙我爸 各位我要出發了 我裡面穿一個 短袖跟白色褲子 加薄外套 然後跟行李箱 我原本想說 可以跟大家好好 最後介紹我戴了什麼 但好像來不及 所以我先出門了 各位我現在已經到了機場了 現在都沒有什麼人 而且太陽已經出來 我們要看一下 期待 我現在已經過海關進來了 但是比我想像中還要順利一點 然後我現在要去看一下 免水店有什麼 而且這邊有六里社 也就是我最愛吃的那個沾麵 但是因為現在 應該是不會有開吧 而且我也吃不在下 但是看到六里社這三個字就很興奮 我來晃晃 各位我現在在候機市 等待 大概還有一個小時吧 我現在已經上飛機了 然後大概過二十幾分鐘就要出發 我這次沒有訂飛機餐 所以他就送我這個 他裡面有牙刷口罩還有拖鞋 應該在隔離的時候蠻好用的 等去看 找人很忙 找人很忙 朋友說 喔 他們對話 те跟 фин者說 他們不很喜歡 如此 你們 他們 Sol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个小时就要到台北 台湾好热哦 我现在讲过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台湾号码 所以我要去办新卡 我现在已经剪梯完了 然后远岁店都不能逛 然后我要前进下一关 我觉得台湾真的超有效率 而且大家都好专业 辛苦了 再来 看得下 但是我现在进入了 什么时间 我现在去办哪里 我现在就去办哪里 这个大货 你能够办哪里 可以把二十万里一百万里 我现在去办哪里 这个大货 我现在去办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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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办哪里 我现在去办哪里 你去办哪里 我现在去办哪里 好 各位我進來防疫旅館 已經到我房間了 而且已經有飯了耶 我要進去了 他已經幫我送飯上來了耶 哇喔 旅房間蠻大的 好像沒有對焦 好 那我要關門囉 我要跟外面的世界說再見 掰掰 這裡面有給電子體溫計 然後還有一些化妝棉 牙刷 手套 消毒酒精 杯子還有茶 熱水壺 還有一些規則 等一下 我現在要做什麼 誰可以跟我講 進防疫旅館之後要做什麼 是不是要先洗澡 好 掰掰 比較一下機板 如果又忘了 這麼一會 我才能說